鳩抨人 �喜 修復保存 不是除舊不新 而是一件老的作品 一件老的藝術性的作品 你要怎麼樣讓它能夠 在它現在的狀況下 安定的保存 然後它又能夠反映它過去 這一段歷史的生活背景 紫外線主要是讓我們判定它 是不是有經過重修 比如說有後人的補財 那透過紫外線 它不同的螢光反映 是可以反映出來的 紅外線它對碳的反映會比較大 所以透過紫外線 我們比如說一些墨鎬啊什麼 我們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在這個案例裡面 它的木上採非常的多 這個是早期台灣的一般的名家裡面 算是非常豪華的一個建築 紫桶跟黑炭奴乳 跟泥板 這些都是不熟的 木上彩繪才是一個 真正代表那個時代 那個社會 甚至這個家族的精神的傳承的重點 如果它是有木上彩的話 我們一定要全力的搶救保存下來 絕對 切開這裡 然後放在這裡 現在它會保持很多汁 所以 把手放在這裡 把手放在這裡 軟體的重點 軟體的重點 我們不必在它的表面 做太多的修飾 它原來的美 它原來的蒸的部分 我們把它很完整的保存起來 就是我們的目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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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听到家族他们希望能够与时俱进 也就是说这一个沐上彩 它随着时间的这个历史的沧桑感 他们也希望保存 我们觉得非常的好 所有参与的人都觉得一个非常荣誉 非常觉得光荣的就是说 这个企业对于他的家乡的一种回馈 还有对他的整个家族的历史的一个纪念 我们觉得是一个在台湾社会上非常珍贵的一个案例 我们觉得是一个在台湾社会上非常珍贵的一个案例